我怕呀 我装备这么好 随便杀了 重刃位 试一下这打法的强度啊 刚好对面这把3AD 开摄像头送火箭 下个月生了过来送嘛 感觉这样的工作好棒 我没点欢心的 有点久没玩 有点生疏了 少那点攻速不好AE 感觉有几个月没玩男枪了 要是把眼中拿了 削一下被动就好了 我这个4XE被动不怕他的技能呢 他把Q交了 他就追不上我们 这男枪打野就对点比较好 卡被动 打这种AD打野就不怕 男枪这东西不能纯刷野 这些反野就好了 压制对手 我还是不觉得不带欢心 这个男枪太慢了 带了一下OPG上面的天赋 风暴剧集加绝对装作太偏刷了这样子 这亚索估计要杀这个左1了 他到6起了 等我等我 等我 直接去反对面打野 应该在F6逮到刷个F7 我不好讲 这个人他会进上刷野 他可能会避开我们 看到没有 他又去上了 他现在也是打不过我们 只能避开我们 不避开他就得死了 再给个Q 我感觉他刚才给个Q 他没了 哇 这套伤害好高啊 就是太笨重了 主要带绝对装作加风暴剧集 待会攻击力很高 加黑暗收割打这种半血 打个EQA直接给他秒 有点像重型炮手这样子 得先刷一下 想杀了也比较难 刷一下 有这个高等级 这个绝对专注的话就给你加攻击力 然后等到10分钟分暴剧集再给你加攻击力 然后再用这个星矢加黑黑切的破甲 打到后面的话等于自带50%的穿甲 加上一些固定穿甲打能接近于真伤 主要黑切加强了 385意思 还是有点刷 1个方法 插进去 1个方法 3个方法 1个方法 4个方法 5个方法 5个方法 1个方法 直接给他秒 赶紧来个攻速鞋 受不了这攻速了 A的好不习惯 第二剑再补黑切就好了 出来可以吃个一蟹塔 这不能打个被动可以秒他 好 来 来 来 他1号 只要我一速跟他一样 Q不死就追不上了 他385我也是385的 普攻打人真的痛 技能也痛 V到他能可惜了 我还没在他结界里面 差一点点 V到他能把他秒了 打一个星石的盾跟一速的话就够了 打这种半血一下就一个大收掉了 如果满剑4% 4剑的话 4剑16 加黑切30 大概加40点 他是D剑 再来个收集着 高百分比加高固定 这么一套下来的话 打前排打后排都挺痛 这女坦要过来放一下 这女坦要过来放一下 这辅助太倒霉了 没人管他 来来来大龙整 队友应该可以打的 我去杀杀这个人 不然大龙提醒他他要跑 他要过来 队友自己能打得完的情况下就不用去了 我是比较喜欢出巨野 是看阵容 有两个带盾的就可以买 就要性价比高打带盾的 保一下我兄弟 没有能架一个吗 被控到死了 没有操作空间 两枪直接干死 这普攻加技能的伤害太gay了 这黑暗收割伤害开始追起来了 感觉他好心机啊 他差点被杀了 我点不到他 而且我没摸看 感觉这套打法得跟着队友走 没人保你的话太容易死 得有人保护才可以 有个人保你的话 可以增加大量的龙凑率啊 勾引一下勾引一下我来了 别怕呀 我装备这么好 随便杀了 把这娃娃杀了一点事都没有看到没有 都是他打我 贴脸碰他蛮痛的 只要他开个W结界 你远程的话就比较吃亏 你得进他的结界才能A到他 拉满了 23刹可以 这套装备伤害确实高了 就是太笨了 这娃娃一死 没人可以阻止得我 但没点关系的可以点一下 下次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 伤害最高 伤害最高 大家先来愿意 informed 。